由11月29日起 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將會進行擴建 一號客運大樓會加設新的旅客登記行段L 有48個新增登記櫃桌 所有旅客請到一號客運大樓辦理登記手續 而巴士和的士站就維持不變 下次去旅行要注意 想知多些就上香港airport.com 或HKG My Fight Hub 看看吧